王一斌带着孙响世代婚戒,提出是不是该考虑结婚的事了。 很明显,王一斌这是在求婚,而孙响的态度很冷淡,表情凝固了一会儿,随后拒绝道,你让我再想想。 要说这王一斌,还真是没眼力架,没看出孙响有烦心事吗? 偏偏在这个时候提结婚的事,感情是只考虑自己的感受。 王一斌也不是第一次向孙响求婚了,距离上次在孙响生日会上求婚,也才没多久,王一斌是不是太心急了? 孙响生日宴上,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王一斌投其所好,当众送孙响一套昂贵的餐具,光一个勺子都价值七八百呢。 王一斌还真是大方,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王一斌舍得的背后另有所图,在孙家人都为那套葡萄牙餐具惊诧,兴奋,感动之际,王一斌暴露了他的目的。 我有些话想对孙响说,也想请家人们做个见证。 孙响,我是真心地喜欢你,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毕业分开这两年,我总是做梦梦见你,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和你成为一家人。 后来我们重新遇见了,再后来,我真成你男朋友了,这对我来说,很幸运。 所以我,很珍惜,我也希望你能收下这套餐具,是表示,你接受我成为你们家中的一员。 接受他的餐具,就要嫁给他。 这是在绑架孙响吗? 王一斌这是在当着孙响全家人的面,向孙响求婚,并此地无银三两室的,向孙家人补充一句。 叔叔阿姨,我向你们保证,我追求孙响,从来没有出于任何目的。 王一斌这番话很深情,能看出想要跟孙响一起组建家庭的迫切,孙响的妈妈都感动到落泪了。 孙家父母都接受了王一斌,姐姐孙欣心中有意见,孙响也没同意,拒绝到,餐具很喜欢,我们自己再商量商量再说吧。 王一斌跟孙响是大专同学,王一斌说上学时就一直喜欢孙响,对他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 那为何当初没有表白呢? 而是在自己工作后,当了公务员后,见识到社会险恶,人心复杂后,感受到北漂之路艰难后,孙响也有了男友后,才开始对他献殷勤,穷追不舍,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别有所图。 王一斌究竟是真的喜欢孙响,还是只是想找一个北京本地的结婚对象? 没有哥哥弟弟的孙响,条件不是一般的好。 所以说,王一斌的心思没有那么简单,孙响根本看不透。 但王一斌也永远不知道,孙响不愿嫁给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想那么快谈婚说嫁。 一,王一斌太有心机孙响家所在的小满胡同要拆迁了,上交房本就能得到相应的赔偿,每平米补偿十万元。 孙响家有一百坪左右,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孙母并不想离开这座有了深厚感情的四合院和胡同,孙父倒是很开心,住楼房不比这好。 关键时刻掉链子的是,房本找不到了,孙父翻遍家里所有角落都没找到。 王一斌一个外人还掺和其中,跟孙父一起找。 孙心的警惕很有道理,房本这么重要的是,您让一外人来找。 这是咱们家的家事,他跟孙响还没结婚,您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坏人? 万一遇到一骗子呢? 王一斌听到孙心那番话,很受伤,但不值得同情。 就算不是房本的事,王一斌也不应该过多接触孙家的事,毕竟那是别人家的隐私。 就算他成为孙家的女婿了,也应该保留点边界感。 况且,王一斌的行为真的很可疑。 原来是孙奶奶把房本藏在了天花板里的房梁上,找到后才发现上面写的是93平,比邻居家的多出30平,孙父想着要赚大发了。 更意外的是,孙家的房本跟别人的不一样,因为这房子是孙响奶奶当年的单位分的,属于工房,而孙奶奶的单位早就不在了。 也就是说,孙家只能得到一些拆迁费和过渡费,且不超过赔偿金的20%,公租房也没有回迁的资格,最多给一个同等面积的安置房,还算是租赁。 这时,又险着王一斌了,他跑前跑后地办好了产权的事,孙家只要花80万,就能买回这座四合院的产权。 80万换930万,就是杂锅卖铁,借钱也得买。然而,东拼西凑,也才凑够一半。 就在孙家为剩下的40万而发愁时,王一斌看到孙奶奶送孙响的十张十元的老票子时,眼睛立刻亮了。 孙响刚接过来,王一斌就迫不及待地要,孙响我能看一眼吗? 王一斌一看不打紧,35万到手了。 王一斌拿着老票子翻来覆去地瞅着,兴奋地跟大家科普。 这真的是大黑石。 这是咱们国家印刷的第二套人民币,俗称大黑石,因为很早就停止流通了,所以能保存到今天的,都极具收藏价值。 这个现在怎么着,也得两三万一张了。 这是孙家爷爷奶奶留下的财富,为了给孙父娶媳妇用的,没用到,在房梁一放,就是六十多年。 王一斌第二天就带着孙父去兑调了,换了35万,解决了房子产权的问题。 在对钱,这件事上,相信王一斌没做什么手脚,没拿什么回扣,因为他的真实目的不在这里,而是在事成之后。 胡同的街坊邻居都开始着手搬家的事了,孙家也即将搬到安置房里。 他们家分到的是三居室,别人都没有这么大,所以孙家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王一斌有别的想法,反问孙父真要去住那个安置房吗? 直言他和孙响结婚后,总不能还跟他们一起住吧,倒不如换成两套离得近的房子。 王一斌知道孙父好说服,所以专挑没人时给老爷子支招,让他买两套两居室,一套四百万全款他们老两口住,另一套首付一百万给他住, 剩下的钱他和孙响一起还,还不是他自己还。 关键是结婚的事,还没提上议程呢,王一斌就已经算计得明明白白,他自己不买房就算了,还不愿做上门女婿,又让孙响父母付首付。 王一斌是自己想占便宜,还打着为孙家好的旗号,每明其日可以剩下一笔钱,二老还能帮女儿照顾孩子。 论心机,估计没人玩得过王一斌。 孙响这么单纯,嫁给王一斌会幸福吗? 二,王一斌太爱显摆,王一斌太爱显摆,是孙心对他的评价。 王一斌三天两头地来孙家找孙心,每次都搞得阵仗很大似的,大包小包地拎着,弄了孙母也像接待贵宾一样招待他。 看望女友,孝敬对方父母本是件好事,但到了王一斌这里怎么就成了显摆呢? 因为凡事过犹不及,王一斌的表现太刻意,太过头了,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跟对方父母和家庭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会更好。 王一斌不光是爱在孙家人面前显摆,在孙心面前也是一样,送个礼物,还要说价格,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 王一斌送孙想一瓶贵妇面霜,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送你的,特别贵,据说护肤效果特别好,这可是顶级护肤品,花了我半个月工资呢。 王一斌的目的无非是想要告诉孙想,我对你有多么大方,就有多么爱你,所以你一定不能辜负我。 有种无形的情感约束在其中。 于飞之前也送过孙想同款面霜,但他什么都没提,导致不识货的孙想用面霜徒手。 孙心倒是问过于飞,为何不告诉孙想面霜的价格。 于飞很坦然,送人礼物哪有说价格的。 主要是他只想让孙想开心,不想让他有心理负担。 王一斌就不一样,当孙想妈妈为那套单品就七八百的餐具感到惊讶时, 王一斌那傲娇的小眼神,别提多得意了。 一般来说,越是爱显白的人,越是虚荣心强,自尊心强,甚至可以说是自卑, 想要从别人的认可,验线中获得优越感,实际上是野心大过能力, 跟这样的在一起,未来只会人浅显贵人后受罪,不适合佛系的孙想。 三,王一斌和孙想不是一路人门刀户对,是婚恋关系中老生常谈的话题, 其实他指的从来都不是出身上的匹配,而是出身和经历不同所带来的的思想上, 认知上的差距,会导致俩人三观不合,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在一起自然不合适。 王一斌和于飞都是北漂族,都跟孙想有着天然的差距, 可为何于飞就适合孙想,王一斌就不适合呢? 就是因为王一斌跟孙想不是一路人,他根本就不懂孙想。 就拿做公众号这事来说,孙想做公众号是因为热爱, 想要给粉丝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就算做成大V了, 他也会坚守本心,稳扎稳打。 王一斌就不一样了,他给孙想接广告,没跟孙想商量, 就直接报价三万,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孙想值这个价, 而是因为商家有钱,不要白不要。 王一斌有占便宜的心理,他羡慕孙想比自己挣得多多, 还能免费到各种地方吃吃喝喝。 事实上,孙想从来都不吃免费的招待饭,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再说了,孙想没那么小家自弃,一顿饭前他还是出得起的, 出来吃主要是提升自己的品位, 掏钱才能体会得更深刻。 王一斌还纳闷,招待饭怎么了? 你先吃完,好吃你就接受免费, 不好吃就自己掏钱呗。 还埋怨孙想拒绝三万的广告, 真让孙想感到无语至极。 孙想是那种小富极安,简单幸福的人, 王一斌是那种有野心想要做大做强, 但又没那个能力的人。 只要有利可图, 王一斌才不会在乎什么出心不出心的, 甚至觉得孙想傻, 哪个大V在接了广告后, 还会这么傻乎乎地搞原创呢? 情怀二字, 是王一斌这种眼里只有利益的人永远不会理解的, 所以他只能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而不是在工作中寻找乐趣。 说白了, 孙想是实干派, 只想脚踏实地, 稳打稳赢。 王一斌是激进派, 只想赚快钱, 想得只有自己, 却不站在孙想的立场上考虑, 这样的人, 靠不住。 四, 孙想心里还是放不下于飞孙想跟王一斌在一起一年了, 认识的年头也很长了, 现在结婚并不算太早。 不想进展太快, 只是孙想的借口, 孙想并不想嫁给王一斌, 不只是因为王一斌心机太深, 爱显摆, 三观不一致, 根本原因是王一斌不是孙想想嫁的那个人。 若是换作于飞, 孙想早就答应求婚了。 孙想心里还是放不下于飞, 于飞也值得孙想念念不忘。 孙想跟于飞的相识, 源于一场抓小偷的意外, 正好说明他们志趣相投, 都爱打抱不平, 三观一致。 孙想心思单纯, 喜欢浪漫, 于飞恰好没什么复杂的心思, 只会哄着孙想开心, 从来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 结婚这事更是全听孙想的。 王一斌只会想着让孙家父母 给孙想施加结婚的压力, 只想着让孙想利用公众号和粉丝的信任挣快钱, 让他违背初心。 而于飞只会支持孙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这才是相处着会舒服的另一半。 于飞和孙想虽然分开了, 但是并没有正式提分手, 是误会还没解开, 于飞就因母亲重病回了老家, 再见已经最熟悉的陌生人。 真为于飞感到憋屈, 当初好心租车带孙想送孙心去医院, 即使闹了矛盾, 也一直在路边等他们, 最后却因没等到人被误会生气, 不靠谱。 就连不明事情原委的王一斌, 都堵着不让于飞进孙家的门, 他又有什么资格呢? 明明是王一斌先动的手, 还成了于飞的错。 于飞不喜欢搬弄是非, 不喜欢背后告状, 更不想让孙想嫁给自己吃苦, 所以他宁愿把孙想拱手让人, 只要他幸福就好。 而王一斌, 算是趁虚而入, 真实面目早晚有暴露的一天, 就算他得到了孙想的人, 他也永远得不到孙想的心。